行政院长毛智国一连铁青率领票格员 包括财政部长张顺和 还有央行总裁彭海南等人 大正让副立法院报告 约台湾申请加入亚头行 确定已经被打回票 无法成为创始会员国 闭门会议后 由立法院长王金平代为回应 强调会继续争取加入一般会员国 对加入名称也做出浪布 底线就是中华台北 否则就不参与 行政院长毛智国站在一旁 完全不吭声 其他包括主导的财政部在内 也通通低调必谈 这是支持加入一般的会员国 是是刚刚王院长都讲了 对都支持 遵照院长讲话 OK对不起 工商大佬却是一脸忧心 强调台湾一旦缺席 冲击恐怕难以估计 欧洲国家都想加入 我想台湾不能置外于国际 应该怎么样加入 是不是创始国 我倒认为没有那么重要 但是加入是必要的 你可能有很多的商机 在一路一带的运作机制下也好 在相关的产业发展也好 当然它会受到 比较不利于其他的竞争国家 除了一带一路商机 吃不到伴随亚同行而来的 融资商机 甚至放大到融入区域经济整合 来拓展经贸空间 都让台湾恐怕再度陷入 边缘化危机 再次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